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性命 东华 你喊我过来有事吗 凤九走到书房门口朝里探了探 还好只有思命和东华二人 就直接便走了进来边笑着问道 东华冲着凤九招招手 九儿 你过来 有事同你商量 凤九看看思命再看看东华 说法生生了吗 早先见过地后 免礼 思命 是有什么事情吗 东华又打算让你瞒着我吗 思命连忙摆摆手 没有没有 九儿 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只是喊你来想 同你商量滚滚周岁里的是罢了 周岁里 凤九周眉想了想 朵朵都没有过 凡子好像听姑姑说 也没有 九重天不是不注重这个的吗 嗯 是有的 只是其他人嫌麻烦 就没有办了 我们滚滚满月里没有办 是为了照顾你的身体 这周岁里自然少不了 必须办的 思命 你说呢 东华又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 还得拉个作证的 思命一听 招大了眼眶 赶紧附和道 是是是 这里法上是有这么一条的 其他人嫌麻烦 所以就忽略了 这少敌君的周岁里定是非常人可比的 自然需要隆重些 东华点点头 嗯 雷医生 难道一次对思命头去赞赏了目光 嗯 是吗 凤九听思命都如此说了 便也没有多问 那要办就办吧 反正家里长辈们都些日子都没有见到滚滚了 估计也念得慌 好 那派思命过去 邀请他们过来 是 小先遵命 凤九想了想 点点头 好 不过东华 我想跟你说 我不想办得多大 就想喊上亲人 朋友一起 滚滚还想 我不想让别人认为 他有个地位高的夫君就该如何 我觉得如此不好 东华思索了片刻 好 不大办就不大办吧 因你所言 东华将手中的折子递给凤九 来 你看看 这是思命你盯的当日的安排 我粗略地看了下 你再看看 好 我看看 凤九接过折子 仔细看了起来 嘴里还一条一条地复数着 宴请宾客 抓周 这个抓周是 凤九台人问道 回地后 这抓周是凡间的一个项目 给少帝君安排的 将各种物品摆放于小孩面前 任其抓取 这凡间常用物品有笔 墨 纸 燕 散盘 钱币 书籍等 来预示孩子虔诚的一种向往手段 哦 原来如此 也好 我也想看看 我们家滚滚是不是会不会有其他的兴趣 只不过这几样东西 但 钱币 似乎不大合适 东华你说 要不要换一点其他的 嗯 我也在想 这个抓周可算不得滚滚的前程问题 顶多算个他的兴趣问题 久儿 你认为如何 嗯 我也同意 多多 滚滚 果果 生来注定的前程 如果能够推算 还是兴趣顺其自然的好 嗯 依你 那你觉得该添些什么 东华撑着脑袋 结果身子看着凤九 嗯 嘻嘻 凤九突然笑了起来 你可舍得你的仓和 仓和 东华反问道 嗯 是啊 他的父君如此厉害 作为儿子 虽然也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凤九脸上露出一抹坏笑 好 我给 东华笑了笑 这有何难的 只要那小子将来可以驾驭 就算我周深的法力稀数给他 那又如何 那就可以可以交给他什么呢 这可让凤九犯了难 自己可以给什么 还真的没有想过 这 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他的 我最大的本事就是做饭了 要不我教他做饭 你看我功夫就很厉害啊 凤九打定主意 嗯 对 就给他郭嫂吧 东华一听 一脸嫌弃的看向凤九 郭嫂 东华闭上眼睛一副无语的表情 堂堂东华帝君之子 抓住给郭嫂的 成何体统 怎么不行吗 你不会做饭 我有生之年 吃一回儿子做的饭菜 也是满足的 凤九相当得意 觉得自己的这个注意 简直棒到了极点 自命 你说呢 是不是很好 自命一直在一旁不说话 就怕二人意见不合 揪着他来断熟是熟非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自命只能在一旁傻笑 被东华邪腻了一眼 立即收起了笑容 默不作声 尚未安全之策 我就是觉得很好 怎么了 你要问我意见 现在我说了 又不同意 那我走了 你自个儿看着办吧 东华见凤九如此坚持 只能同意 希望那小子争点气 默默地叹了口气 好 听你的 那还差不多 嗯 凤九继续拿起折子看了起来 成天台看戏啊 多远啊 不好不好 都是亲戚 还得去那儿 不妥不妥 凤九想了想 好像突然记起来了什么似的 自命 你不是给滚滚 从房间带了那个什么戏回来的 回地后 皮影戏 哦 对对对 就是皮影戏 那把成天台看戏 换成这个皮影戏吧 就再开成功 这样方便 东华觉得可好 嗯 好 听你的 东华点点头 这个无事反驳的 那谁来表演呢 凤九眉头紧锁 想了想 望向私命 自命 你写了那么多的话本子 你对凡间的事情也是颇为熟悉的 要不就你来吧 自命一听 连忙摆手 不不不不 小仙不会啊 这 也没有学过啊 小仙是熟悉凡间的事情 可这皮影戏 实在不是小仙擅长的 自命急忙推脱 你不擅长 说明你还是会一点的 对吗 凤九抓住了漏洞 这个 这个 帝君 这个小仙 自命本以为东华会反对 谁曾想 东华竟然说到 既然帝后提议了 你就应了吧 近些日子 这开成功内务 本君自己处理 你好生学学 期末丢了本君的脸 自命的心沉了下去 是 小仙遵命 凤九满意的接着看折子去了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意见 自命 辛苦你了 以后我定为你找个贤惠的媳妇儿 呵呵 自命尴尬的笑了笑 老地后挂心 无事 小仙便告退了 学习去 嗯 无事了 你先去吧 东华点头示意 自命不晓得多少露出这种 生无可怜的表情了 这帝君取了帝后 完全变了个样儿 自命走后 只留下了东华和凤九 凤九手撑着头 学着东华的模样 仔细地看着东华 那个想法又冒了出来 让东华有些不自在 九儿 你为何如此这般看着我 东华 我想给你讲个故事 你可想听 讲故事 你莫不是把我当成了滚滚 东华无奈地笑了笑 不不不不 这故事 我只想讲给你听 嗯 既然九儿如此好兴致 那我便席而恭听 嗯 那你可听好了 凤九备手而立 开始了凡间夫子那套的点头黄脑 话说这凡间有个华人外 一表人才 天赋一柄 不假一方 这好不容易寻得了一个 情投一合的美娇娘 办了举国隆重的婚礼 人人羡慕 个个称颂 不久后也如愿以偿地诞下一子 不曾想这美娇娘可能是 太注重他们的儿子了 忽略了华人外的感受 让华人外有些伤脑筋 居然动了歪心思 串通管家 请来个郎中 谎称身体抱恙 需要特别的细心照顾 绝对的敬仰 结果这美娇娘就傻乎乎的紧张了半日 结果呢 别人还能喝了喝地开心的紧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